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国旗红蓝白三色为主 加上类似窗花线条的双十形状和国花梅花座组合 强调团结共融 融合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 国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吴唐安首上就是113年国庆祖式决 今年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祖式决设计为双十形状和国花梅花组合 强调团结共融 以国旗红蓝两色为基底则象征不同声音与意见 在爱国精神的引导下 共同为台湾的未来而努力 那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的团队使用了我们的国旗的元素 红蓝两色 那蓝色象征了我们一个自由和平 那红色则象征我们的一个爱国的热忱 那也代表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 融合了不同的声音及不同的意见 那在爱国精神的领导之下 我们也共同为我们台湾的未来而继续努力 那我想设计的团队 这次也突显在用线条 来融合我们文化的传承 包括梅花跟现代感的一个图形 这个也是一个激励大家来共同努力的象征 那我想梅花是作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国花 也不仅代表着鲜嫩跟美丽 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涵 那我们把梅花融入设计 也让人们在庆祝国庆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厚重 那另外在设计中 我们的传统元素部分 这个一个现代感的一个图形设计 那这个的设计也是一个以创新跟传统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创新跟发展之下 我们追求我们中华民国更美好的未来 吴塔安表示这次国庆祖室决 由一群年轻设计师所共同创作 在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圈选定案 特别是设计团队决定以匿名方式来参与支持国庆活动 我们的设计支持大概就是由同一批来做设计 那他有设计很多种样式 那最后我们所签选的部分也是依照主任委员 也就是韩院长他来做选定 那我想这次的设计其实他是由一群很年轻 然后也充满热情跟创意的年轻设计师来共同 来创作完成 那将创新的图案跟传统的元素去做融合 那因为他们是说希望匿名 所以说也跟大家报告 那其实我们也尊重原本设计者他的想法 那既然他是表明自己匿名的方式 那我们就尊重他 至于近几年国庆日当天邀请橘子恶魔与翡翠骑士等 国外知名表演团体在国庆大会活动表演引起热烈回响 今年是否还会延续邀请国外团体参加 庆酬会方面则回应 今年以国内表演团体为主 表演名单将在近期公布 这一次并没有规划邀请国外的团体来国内演出 那针对于这一次 本身我们国内就有身具意义也专业的团体 所以在后面的适当的时机我们做公布 另外今年10月10号国庆大会 也限量开放500位民众到现场管理 从9月5号到9月12号开放线上报名 预计9月20号中午在国庆官网公开 获选民众名单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肝癌是国人时到死因的第二名 三种分享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治疗团队采用玻璃椅 90体内放射为求治疗 一名晚期的肝癌患者 术后追踪至今超过两年 原本15公分大的肿瘤 几乎完全消失 一起来关心 52岁的张先生神清气爽的与 三种放射诊断部主任张维洲合影 很难想象2021年 他曾被诊断出罹患肝癌 不到半年更一度恶化到晚期 不过在三种医疗团队采用玻璃 以90体内放射为求治疗后 不但成功让张先生降旗不再复发 两年半后影像追踪更显示 原本15公分大的肿瘤 几乎完全消失 我想我们在帮张先生做以90的评估之前 他的肝脏的肿瘤大概接近15公分大 然后同时门禁脉的侵犯也达到第三级或第四级 那做完治疗大概半年左右 他的肝脏的肿瘤几乎是萎缩了 那我们在做核瘤共振的追踪 也没有看到这些癌细胞 对 那陆陆续续在这两年的追踪当中 他的肿瘤都在影像上都没有看到 那他的肿瘤 那个胎儿球蛋白的指数 也都持续稳定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治疗方式副作用极少 让张先生能维持正常生活 当然心理压力是很大 就是相信医生吧 那时候的心态就是相信医生 然后专心做治疗 就这样 因为你之前已经做过一次酸塞 对对对 因为跟1910跟酸塞比起来 真的1910其实跟酸塞比起来 真的没什么副作用 以我个人的经验 他的生活品质还维持得蛮好的 张慧舟表示 肝癌酸塞治疗方式有三种 包括传统化疗 载药围球治疗 以及体内放射治疗 玻璃以90围球治疗 就是体内放射治疗 将高放射性的围球注入肝动脉 围球集中在肿瘤维系血管中 净纪律给予肿瘤高辐射剂量 效果持续3到6个月 病患的不舒服感也比较轻微 他是一个体内的放射治疗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计算的是 这个肝癌的这个辐射剂量 我们要给到足够的辐射剂量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治疗当中 我们没有真正把肝脏的血管酸塞掉 我们是给足够的辐射剂量 所以病人在做完治疗之后 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明显会比传统的酸塞来的轻微非常多 然后也是因为放射剂量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治疗效果可以比较长 大概可以维持3到6个月 那他比较适合的是什么样子的病患 事实上有肝癌的病人 我们都可以评估 但因为国内的这个健保制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目前在国内可能 一般放射科医师 比较能够有的共识 大概就是比较大科的肿瘤 那有门禁脉侵犯的这些肿瘤 那或者是病人可能做完治疗 也许考虑降期之后 可以去手术或患肝的病人 不过这种治疗方式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 治疗前需要经过仔细评估 主要是希望透过酸塞治疗 让中晚期肝癌患者有机会降期 目前有20%的患者 在1910治疗后成功进行手术或患肝 病人在中晚期接受这些医朽词的治疗 我们不敢说他一定会 可以达到手术降期的效果 但是因为这些积极的治疗 在某一些病人上面 还是会给病人一线希望 治疗的希望 因为通常这些病人 大概都是在肠胃内科 或者是一般外科医师 那边做追踪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他在肿瘤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有考虑到这个治疗方式的话 其实会大大提升他 将来可以手术降期 或者是治愈的这个机会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台北市立国乐团 即将登场的新乐祭 以经典传承为主轴 推出六大系列演出 邀请爱乐者一起欣赏美好的义温盛宴 台北市立国乐团演出 刘卓夫细花骨 展现狐情的古雅与摩登 传统与前卫交织 还有声乐魔鬼与灵魂的秘密 抢先临上 台北市立国乐团 即将登场的新乐祭 包含歌 乐 舞剧等多元表演 邀请国内外知名乐团 乐器家表演 共计六十四场精彩演出 我们整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乐祭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演出 你刚刚讲到六十四场 其实我都不确定 说不定还更多 说不定有些还没有写在里面 那因为台北市立国乐团 作为一个公家乐团 除了我们的正式的演出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服务市民 然后要带文化走到巷子里 就是我们服务很多市民 然后我们副社团的演出之类的 就是多彩多姿各式各样 然后还有每年的上半年 我们会承办台北市传统艺术祭 那就有更多的团队可以来 就是报名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祭 然后经过我们的审核 然后还有赞助了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资源 然后或者说我们就是结合起来以后 再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节目 就是推给台北市民听众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档节目就是 大家打开我们的乐器手册 就是有喜欢的节目都非常欢迎 就是进来听听看 大家如果走进音乐厅来听呢 就是会发现说 就是我们除了演出 一开始最经典的 比方说季神 就是在2000年之前的那个作品 然后一直到近年 这几年才写出来的作品 从旧到新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台湾演出过的 就是日本亚乐 那个去我们去改编 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祭祀的这种 很现场很即兴 然后很环绕音响这样的声音 其实这属于我们自己协议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向来就是东方的美学 其实很少这种就是 比方说像是音乐上来讲说对拍子 或者说绘画上来讲说透视法 所以我们看到说就是东西方的那个美学 不管在音乐啊 或者是在建筑啊 或者是雕塑啊 或者是会画上面 其实我们是在属于说 在找回这样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化的声音 这个文化的一个identity 那我们当我们把这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亚洲属于这个 这个东方的这样的声音 推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会受到就是 就是全世界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注目 北市国团长也由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教授郑立斌接任 再次回归的他也将带领团队开启新的乐记篇章 其实不管是企业的合作或者是对于基层的推广教育 其实讲穿的就是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观众的开发 对那其实这三年在校园里面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招生的状况 跟学习的状况 那一方面少使化当然是最严重的影响 但是某个程度说 这个产业的就业没有那么好 也是促使现在的 的那个一般的家长 就宁可送小朋友去打棒球 因为棒球产业发展的很好 对这个觉得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要更努力的方向 对希望让后职学习人口爱乐人口能够更扎实 我非常希望 那等到政特长来了 我们好好的能够整个的团从欧洲回来 我们重新的再来思索一下 特别国乐团到底能够为台湾的夺乐 怎么样再带出一个新的高速 特别是政特长还在中西医院它兼聚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特质 其实是国乐界里面 我觉得是不多见的 而且它的经历很丰富 教学经验跟指挥经验创作经验都有 所以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能不能在明年后年 能不能让台北市的国乐 有一个全新的演出跟崭新的风貌 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希望在不影响你的健康情况之下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在今天这个场合其实非常感谢郑团长 再回到这些团来 那我在这边我想 其实最像刚刚事一局所提到 答案过四国私交的代理团长 那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要最感谢的都是我们的团员 跟行政团队 好那在这边我想 其实我到四国来的时候 政党团长已经把整个业绩 播放好了 那我们就是跟随着他的脚步 那我们团员们 在首席指挥的督导之下 带着团员跟 大家一起把这个业绩完美的做到演出 那我想在这过程里面 也非常感谢 除了我们团员之外 首席还有我们的护色团 其实在每一个 包括我们到南部的巡回 到外岛的离岛的巡回 那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出 那在这过程里面我想 其实行政团队人最辛苦 就是说在团长的音乐素养不够的状况之下 还是必须要去把新的业绩 去播化出来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政团 在业绩之下要一个 需要生出来的时候 帮我们催生出来 那我想这个业绩一定会 更花光花热 那我们期待业团未来更好 另外北市国也将在9月14号启程 进行欧洲巡演 是继疫情之后首次出国巡演 在捷克与德国进行四场音乐会 带来多首与台湾主题相关的国乐交响曲 透过音乐让国际感受台湾美好的风土人情 记者问几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北市产业局推出了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 串联企业政府机关法人的采购需求 鼓励各界采购中小企业上架的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上的产品 让创新及中小企业更容易被看见 台北市产业局推动台北好购推广平台 将市内的稳创设计永续ESG生计健康生活良品服务科技等 优质产业的产品与服务展示出来 鼓励各界有采购需求可以到平台支持中小企业 我们台北市一直以来非常鼓励各式一样的产业发展 特别对于中厂西业甚至新壮团队 我们都希望鼓励年轻的团队 不管是发挥创意运用最新的技术 提供好的服务 来不管照顾市民也好 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动力 所以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 第一是要打造台北成为创意家友善城市 Founder Friendly City 第二个打造台北市成为以AI驱动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很重要的两颗产业发展的动能引擎 而怎么样能够打造成一个创意家友善城市 当然过去这段期间 我们陆陆续续推动很多的政策 而今天这一项是很重要的一项 也就是我们鼓励新创团队 他们勇于突破 能够规模化 走向国际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新创三建 也就是 促投资 会人才 促成交 也就是我们希望鼓励 大家能够投资优质的新创团队 我们也展开双臂 欢迎各方国内外的优秀人才 加入我们优质的新创团队 而第三个很重要 我们希望能够促进这一项 也就是在新创团队 中小企业一开始炒创初期 非常的辛苦 而往往他们很需要 能够有第一笔订单 或者是有人能够来使用他们的服务或产品 所以我们今天建构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TOPS 我们是取几个字的第一个字 台北Origin A Promotional Station TOPS 所以我们希望投入这样的平台 所以不管是让采购方 让供给方 都能够透过这样的平台 能够更快速有效率地达到成交的目的 那当然我们也通过这样的平台 让更多优质的新创团队 被大家所看到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喔 现场也邀请了很多 我们优秀的团队 而我们这个TOPS平台呢 主要放在五个面向 包括永续 包括生活 还有包括身体 另外还有包括很多面向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这些优质的影牌 也结合包含联合STGS的指标 能够鼓励新创同时也符合 我们台北市永续发展 希望守候的实证愿景 计划还搭配奖励机制 提供累积采购金额 最高的采购方与供应方 可以获得奖项与奖励金 买越多赚越多 今天非常感谢市长的能够提供赚个平台 让这些想要买好的产品的人 想要买产品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也借这个时间的介绍一下 上市公协会 上市公协会大概是有300家上市公司 是台湾目前最大的上市公司的组织 然后我们大概是上市公司应该区别的 周边单位都在我们的会友 就像我们的余季隆安侯 科技事务所也是我们的会友 四大科技事务所都是我们的会友 我们金融相关单位大概有10家左右 我们大概是以科技传统及金融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们也是蒋市长的后盾 我们这个单位可以购买产品 相同的也可以投资 相同的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中小企业变成一个上市公司 刚讲啊市场上面永远充滞的资讯不对称 那上市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各界的角度 我们有最正确的资讯 所以不会让大家走很多的冤枉路 创业者共创平台基金会 到底有哪些类型的创业家 其实我们就是AMA台北亚来计划 在过去这三年我们已经在台湾 帮助台湾自己本地有好的题目 好的科技 好的产品 甚至好的青年来做各种创业 那我想今天这个采购平台的这个推出 带给时候的新创作是一个更好的期待 包含我们第一期的多福旅行社 就是AMA第一期的创业家 那过去我们在谈台湾的创业有多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护博神山之外 我们没有中南部的中小这个 我们讲O2的这种顶级的中南部企业 那我们青年创业还有什么机会 但是在这13年来 AMA特别亚来计划 我们共有299位的创业家 他们都是来自台湾在地的 那其中我们也会分 他们有数位科技 也有生活服务 所以我想这对应到我们刚刚讲 市长的创业三支简 还有在我们领域里面 我们都很期待会来跟 这个采购平台这边 可以有更多的结合跟发展 那刚刚也听到 我们有这么有竞争力的这个协会 在后面作为300家的这个采购方 以及投资方 那我们也提到 我们的创业家族在这13年 他们也逐渐长大 所以在未来这段时间 我想在采购平台上 他们除了登陆自己的产品之外 更多也可以提供他们叫做 我们叫他们叫一大代小 因为大是大企业的事 但是如果是创业家 他们叫老创可以带新创 所以我们的这些 有经验的创业家 也可以成为这个平台上 可以提供帮助的业师 甚至更多的一些合作 我们现在大概有 超过二十几万的成员人口 然后呢 这个有超过六千家的企业 在内阁先会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希望 这么多的营业额超过五兆 我想我们这里呢 有资金 我们也有很多的人才 那因此呢 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平台 我想我回去以后呢 在协会里面 我一定要大力的推动 让我们的协会的会员们 让这些企业们 都能够尽量加入这个平台 不管在上面采购也好 或上面提供他们的服务 或产品也好 那当然 因为我是从台南电子来的 所以呢 我们公司呢 也有很多优势产品 我会希望也把我们公司的产品 跟我们的采购 跟这个平台 做一个很好的借鉴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 开放注册登入 欢迎登记在台北市的新创 与中小企业参与登入 成为供应方 让更多政府单位 企业团体 法人单位聚焦 采购能量在平台 双方都能成为台北好购 雷点赢家 记者温宇俊 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第一天 立法院全民防卫连线正式成立 由立法委员吴佩毅接任会长 希望将全民防卫的议事 更有系统专业性的落实在每个政策上 让台湾更具任性 社会更加团结 副总统夏美行与发起成立立法院 全民防卫连线的立法委员吴佩毅等人 开心合影 陈希前会长林静怡奠定的基础 接任会长的吴佩毅期盼 全民防卫连线的成立 能为提升全民防卫意识 尽一份心理 在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就跟大家讨论 一直在筹备 因为我们认为 全民防卫意识的提升 是此刻是前所未有的 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今天终于来到 连线要成立的日子 那我要再次的感谢大家 那赖清德总统目前呢 也以前也成立了 包括气候变迁 健康促进 以及全社会任性 非常重要的几个委员会 我们希望未来立法院 能够来担任 政府与民间的桥梁 那全民一起来努力 提升我们全民防卫的意识 特别出席 成立大会的副总统 萧美琴表示 台湾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 每一次影响公共安全的灾难 都让我们从中学习 让每个人都知道 如何保护自己 打造更具韧性的社会 不仅是因应气候变迁 所带来的天然灾害 及环境影响 地缘政治的挑战更在大家眼前 萧美琴强调 全民防卫的本质 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立法院成立全民防卫连线 可持续扩大与民间团体 及所有社会力量的连结 在这个时间点更加重要 在这个防卫连线的成立之后 我们更希望赖总统 近期内也要召开的 全社会防御任性委员会 在跟民间团体的互动当中 以及政策的推动落实的过程当中 更能够得到立法院全力的支持 那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也希望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产官民学 大家共同的到位 以及承担各自在不同岗位的责任 努力之下 能够让台湾更具韧性 能够让台湾更有实力 更能够让台湾更团结 立法院全民防卫连线 共有32位立法院加入 期盼从各个面向 加强国人对建立防卫意识的重视 不管是观念的宣导 先进 概念的积进 甚至于训练量的提升 我在这鼓励我们政府的部门 要多多协助 借助盈利 在平时就建立合作的管道 把面对危险 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 乃不会不乱 全民整个防卫 例如说 互以民众怎样的一个 保卫的责任 或者给他更多的一个风险意识 我相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小朋友也可以让他理解 什么叫做全民防卫 这样子的一个总体防卫 是对国家好 也对自己好 这样的概念 我认为都是可以讨论的 清房这边能够协助 不管在法治层面还是在宣导的层面 让这个社会能够快速的建立起 对不管是对战争的认识 对灾害的认识 或者说对敌人的认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是国家的责任 这社会有的责任 所以这社会总统的品质 的建构是非常重要 那从立法院的能力 我们开始更是展现 权力自主的方位的决心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这里来看 警政署在7月进行了全国扫黑诉枪 一共侦破了帮派组织61案 共逮捕了419人 行政院长卓隆泰 特别前往视察勉励 期待警方持续扫黑打炸 展现政府执法的决心 洗事局干员破货黑帮成员创立的地下期货投资诈骗机房和洗钱水房 查扣不法获利三千万元 并且执行三波搜索行动 逮捕24名嫌犯 承信组组织于11年至今 在台北市新北市成立机房 冒充美国前三档的证券 当名义 雷姬拨打 客户并招揽 并仿冒 期货 股票下单系统 避风险 包披费的人 话是 向被害人施诈 在利用台东地区 转账水 收受账款 洗钱 破例后 及步出京 使被害人受变 新竹县挟局少年队 则破获太阳联盟全阳会干部 涉嫌贩售毒咖啡包 给未成年少年 警方供逮捕五名成员 查扣200余包的毒咖啡包 调查之后 发现 这个是一个太阳联盟的 犯罪组织 经过清查 有三名少年 被吸收加务 最后我们势力的 进入这个 犯罪成员道案 也在现场 查过了毒品 咖啡包 贴汤面 以及 查过了贩毒所得 等证物 另外刑事局第二大队 也在7月中旬 会同南港警方 查获竹联邦 人堂训人会 王姓嫌犯 持有五把改造手枪 及改枪工具等 警政署在今年7月 全国同步执行扫黑 速枪 共侦破 帮派组织61案 逮捕419人 查扣不罚款项 7000多万元 行政院长 卓龙泰特别前往 为警方加油打气 卓龙泰表示 诈骗集团的背后 多是帮派分子 他要求警方持续溯源 用尽各种方式 打炸扫黑 一定要办到兄弟没钱花 扫到黑道无处躲 我们所有的司法同仁 已经 遍复了 很绵密的网络 针对不罚的个人 和帮派 我更希望 我们这些天罗地方 要持续的 更惊慕 而且更有效 第二个 我会相信 我们能够破获 这么多的组织班派 我们是初步的 掌握了他的情知 掌握情知之后 刚刚有几件 我一特别问 有没有抓到手脑 掌握情知 就要从长期的规划 一定要锁定这些手脑 一起来接获它 第三个 我也相信 各位在选择一个案件 从发现 从情知发现到 一直处理的过程 一定是精准的初期 一定是精准的初期 这个精准的初期 我更期待 能够一举 建议这个组织犯罪 这个不法的组织 能够一举建议它 因应犯罪首法日性月异 中文台表示 政府未来将 编列73亿元预算 在能力装备和法院上 充分支持警方 希望给予不法分子 致命一级 记者张旗藤 台北报道 您知道吗 台湾有近60万的新住民人口 在家福基金会 辅助的家庭中 就约有15%是新住民家庭 其中有66.4%是单亲 而若是新二代 首要的困扰是学校适应 家福基金会 希望唤起各界的重视 为他们点亮勇敢向前的道路 这个是父亲节的那个 父亲节的礼物 我就看不懂 13岁的家庵 母亲在两年前病逝 留下他和三位弟弟妹妹 泰国籍的父亲 因阅读中文有困难 身为长子的家庵 努力成为爸爸的最好帮手 可能爸爸他会有 公司可能有通知单之类的 或者是我们学校 我就会可能帮他念 就是在他中文没有那么熟的时候 还有可能在家里 我也会帮忙 那张父母弟弟 母亲是越南籍的小展 出生后就因照顾问题被送回越南 八岁回到台湾就学 因为不会中文 在自身努力与学校加强辅导下 成绩稳定上升 一开始是先从同学中午吃完份就会睡觉 但是我是会一个礼拜有三天时间会中午去那边学 然后学完就回班上 回班上回家之后再用手机或电视播一些中文的教学影片 然后再帮忙学 那妈妈有教你吗 妈妈有 就是一开始刚来学校的一个月的时间 妈妈会请假 然后一个月就一直在旁边翻译给我 其实老师在搜索 妈妈有什么话想要跟小展说吗 有点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说 就希望儿子是好好的 长大 然后长大之后就变成一个人才 妈妈现在也老了 就希望以后日子就靠他 然后他 我希望他是变成是一棵大树 想他出爸爸生病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母亲是印尼籍的小雅 父亲因病造成脑部损伤 母亲中文读写较吃力 成绩优异的小雅 协助母亲完成低收入户申请 减轻家中负担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对你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收入不稳定 小孩读书会也要要叫 然后就想这个要这么申请 申请付诸才可以帮助小朋友 对 所以妈妈是会讲中文 但是中文不会 你是读跟写比较困难 对 我读书 就是比较不坏一点 对对对 那那些资料怎么办 你真的要申请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交修丫 帮我写 帮我看 所以是小雅来写那些资料 你有没有因为这样 然后觉得说 我以后要做些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自从爸爸生病之后 就现在妈妈 然后妈妈也是没有懂很多 然后那时候就是要申请一大堆东西 然后我就是跟妈妈一起去跑 就是去公所或医院做一些申请 然后所以我也懂一些程序什么 所以你现在连所有的程序 几乎都很熟了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想要往法律的方向前进 所以现在小雅刚升国中而已 她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了 在家福基金会辅助的个案中 有3799户是新住民家庭 占了14.7% 其中6乘6是单亲 而若是新二代 首要困扰是学校适应 且有近半数若是新住民家长 有生长或疾病困扰 在没有求助或支援下 将成为隐藏在社会中 看不见的贫穷 家福福祉的家庭当中有15%是新住民的朋友 他们最大的困境就是在孩子的部分 学校适应是他们最大的议题 超过五分之一的孩子 大概21%左右的孩童 他们在学校适应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而在家长的部分还有孩童的部分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身心障害或者是疾病等等的议题 大概有16%以上的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在整个疾病方面 让他们在很多的工作上就业 还有在生活上面都会产生一些困难 也就是在经济部分也就会有很大的议题 那无穷世代最主要在今年关注到 这个比较看不见的一个贫穷 就是一般社会当中对于新住民的朋友 可能在他们在孩童在学校适应 以及在文化语言在生活适应上面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去关注到他们真正的一个需求 所以透过无穷世代的一个诉求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一些在社会上 能够有更多的关注 可以在学习的一个品质上面 还有生活稳定等等的 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帮忙 家福基金会在无穷世代的部分 主要有四个大的一个目标 包括生活稳定 教育提升 能力建构 还有极难救助 那特别是在教育提升的部分 我们提供了像奖助学金 在以2023年最近这一年来讲 我们就提供了四辆五千人次的一个奖助学金 其中有15%以上是在新住民的一个关怀上面 另外在学用品的一个补助上面 也是无穷世代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学习工具 还有在学习资源的部分 这个部分一般社会大众可能关注的比较少 所以透过无穷世代一个集体的一个力量 能够让他们这些孩子 能够在学习用品的部分 得到比较多的一些协助 为了接住这些被遗忘的孩子 帮助他们逆转人生 家福基金会延续长达12年的 无穷世代计划 今年募款目标为8000万元 期盼社会大众伸出援手 祝弱势而少 安心学习 好好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湾9与社会责任促进会 与台北市政府合办 2024我宣示2.0级青年机车安全记者会 邀请北北基陶交通局与交通业者参与 以五大诉求 加强守护年轻世代形成安全 提升安全意识 台北市政府第二年和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 推动不酒驾我行宣示活动 国内外酒类业者 共享交通业者 汽机车安全协会代表也响应 宣示杜绝酒驾行为 并且推动五大诉求 包含不酒驾 兵主敬欢不劝酒 控制饮酒不追酒 怀有身孕酒精占据 未满18滴酒不沾 一上任就即刻成立辅急的交通安全有限 改成计划 同样的我们跨去除大家共同不断的开会 然后去执行各项的政策 以及规划的计划 过去段期间也对我们具体有成效 那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从过去早期这个城市规划 我们都是以车为本 也就是一开始都认为 道路要让车通行 能够走得方便 所以当初的思考早期 都是认为道路要宽 然后呢车道数要足够 那如果车道数不足够 就会压缩人行道的空间 会造成我们人行道 大家都会发现 往往不管是碰到莫德的障碍 绵点香 小红酸 露树 等等 所以会造成 不管是一般的民众 或者是文艺族 或者是市场的朋友 甚至是长辈 甚至是推草玩花车 都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透过 在前年底 去年初我们成立的伏击 行人安全友善小组之后 我们不断的会发出 进行各项的改善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不管推动了机车 推出人行道2.0计划 我们透过机车湾的方式 让机车不要在 骑上人行道上 等等这些措施 逐步的 让台北市 一步一步全区 都改善完善了 同样的我在今年年初 也要求交通群及公务群 我们将原本规划 交通友善的工程改善 原本为期 我说要苏读三年一定要全部完成 所以也很谢谢我们同仁 大家非常的努力 就以社会主任促进会呢 在两千年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们到如今已经花了超过 新台幣1亿的预算 来去做推广跟教育民众 总共不开车跟理性营救 这一块 那我们也自己 做非常非常好的点赞 在这一块 像我们的会员们 他们的员工们也好 我们都是会叫他们做代驾 或者是骑 那个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是德士也好 5688也好 或者是甚至是可以去找代驾 骑人 或者是游拜 游拜我们其实蛮习惯的 非常非常习惯的 那 我们是比较严格的 那在在十年来 我记得我八年前来台湾的时候 那一次我看到了非常多的 就是公共安全的数字 那是还蛮蛮吓人的 可是到这如今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 已经 其实我看到的数字 至少已经跌了差不多40% 在这十年里面 这是我觉得 企业跟政府单位密切合作 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好的结果 那在数位转型这一块 因为数位转型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把在推广这一块 变成数位化 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也成立了 不久叫我醒的 网路上的一个宣誓活动 那当然只有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好几年 没有做这么大型的活动 那从去年开始 很感谢台北市政府 跟我们一起联办 这件事情 来去呼吁更多的民众 在公共安全 尤其是不及有家 这一块 付更多的行李 蒋万指出 目前暑假 为年轻人考照高峰期 加上考照上路后 对于路线交通耗制不熟悉 造成年轻人机车事故伤亡 相较其他年龄层更多 对于很多年轻 18到24岁 刚考上驾照 上路之后 可能对于整个路线交通的耗制 状况并不熟悉 再加上很多年轻朋友 刚考到驾照很兴奋 可能骑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调出过去 不管五年 近十年 18到24岁 机车事故的目的是 标高 所以我们不断的希望 透过很多政策的宣导 甚至这一次 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 帮忙 宣主 所以除了告诉年轻朋友 绝不求驾 不要追酒 不要劝酒 以外 我们这一次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除了年轻朋友 要跑到驾照驾训 跑到驾照以后 其实也配合中央的政策 有一个道路安全的训练 训练班 我们古地年轻朋友 刚考上驾照 一样要去接受 道路安全的驾照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 跟中央都有补助 所以现在年轻朋友 去接受这样的道路安全的驾照 是经过免费 台北市民取得机车驾照后 在参加道路安驾训练 可获得额外补助 前50名还可获得全罩式安全帽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1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全国第一座有陆海空三军厨艺武器装备的基隆驿公园将正式熄灯 因为武器锈时严重有青岛的危机 除了保留期末的阿姆斯托朗后膛八串炮外 其余的都将全数拆除归还给军方 这是我们的记忆 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当下小儿子来 我要去空园看飞机 我要去看战车 这个叫记忆 基隆一镇公园展示陆海空 厨艺武器展出了二十多年 现在传出即将熄灯 让民众好不舍 你产平的这里没有特色 观光客来了 你知道他们来看什么 现在只能去那边看海门天险 也不是很漂亮 可以看海景 你就是看这个形态嘛 小孩子可以教育 那你一掉的话 你就拿其他来代表 知名的一镇公园长期展示 陆军M48A三战车 海军五寸箭炮鬼杆 船锚及装甲车 还有空军的F-104G 新式战斗机 森林女神飞弹 试验府每年定期维护 仍然无法抵挡 基隆多雨潮湿天气 试验府决定年底移除 归还军方处理 民国88年的时候 我们去陆海空军各单位 去申请这些成长武器 那经过二十多年来 我们基隆市政府 每年都会定期 进行保养跟维护 但是基隆市因为 天气潮湿多雨的地理条件 所以说经过二十几年来 我们这样子评估 这些武器已经严重的锈食 而且为了保护我们市民朋友 还有路过了车辆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近期的话 已经在规划 就是把这些成长武器 还给这些所有的 那个陆海空军的各单位 不过义镇公园内 具有百年历史的 阿姆斯托朗 后堂八寸炮 具有文字身份 将现场保留 把这些武器的话 还给我们陆海空军的 各相关单位 那拆除完毕之后的话 我们基隆市政府 会进行整体的 狼带规划 让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能够呈现更优质的一个 休憩的空间 给市民朋友 有一个更好的休憩空间 义镇公园是很多人 基隆人的记忆 尤其是长辈 他们会带他们的孙子 或者是孙女 来这边看飞机 然后拍照 也是很多观光客 打卡的景点 都坐游览车上来 那今天呢 我们市政府没有维修 或者是防袖的金费 要把他们移除 本人是觉得相当的可惜 因为这是存在好多 基隆人的记忆 那以后 没有这些设施的话呢 没有这些 疫症的东西的话 那是不是要改名了 那以后呢 我们市政府有什么规划 或者是这边 会有什么亮点 能吸引更多的基隆人 或者是外面的游客 一阵公园展示的推移武器 将正式熄灯 居民不舍 也期盼 政府能够将场地 妥善规划 记者 黄绍明记用报道 为了力挺基隆市长 谢国良 来自北中南的六位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洪孟凯 林沛祥 徐巧鑫 廖先祥 马文君 苏清泉 和多位党籍议员 分头扫街 用实际行动支持市长 谢国良 为了呼吁市民相亲 10月13号 永跃站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立挺市长谢国良 立法院 国民党党团书记长 洪孟凯 陪同市长谢国良 进行扫街 沿途许多热情民众 来为市长谢国良 加油打气 大家有讲好吗 美女才会一起来这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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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們實際的行動來告訴基隆 來告訴國良市長 你並不孤單 誠摯的感謝六位委員在立法院開議 這麼忙碌的時候 還來相挺國良 也給國良加油打氣 我們掌聲感謝他們好不好 這一段的時間以來 大家已經都看得非常清楚 三次的法院已經駁回我們對照的所有的訴求 助餐的主管機關財政部正式的裁定 我們的評選合乎法律效力 最後我們的基隆地檢署已經起訴了 當年我們決定不續約的大日企業 從三個不同的公務機關都證明了 基隆市市政府不但守護市場 而且當年所有的行政主份相關的裁定 都是依法行政 大家要說對不對 對 除了立委洪孟凱 還包括國民黨籍立委 林沛祥 徐巧鑫 廖先祥 馬文君 蘇清全 六位北中南立委大集合 齊聚基隆掃街 最後在東岸商場的外面進行會合宣講 這一次的罷免案 這一次基隆的罷免案 只有仇恨 沒有論述 十月十三號一定要出來 你討厭網軍 十月十三號投哪張票 不投票一大票 市長謝國良也特別提到 原本九月六號有一場反罷免的造勢活動 但因為考量颱風的外圍環流 確定延到十月初再舉辦 真的對市民朋友非常的抱歉 但考量到我們颱風的外圍環流 所帶來的風雨 以及我們現在城市 以防災優先的一個需求考量 所以我們會將我們九月六號的造勢 改到十月初 改到十月初 在這邊對市民朋友真的非常的抱歉 有關於新的造勢的一些細節 一確定以後 一定馬上來跟大家來報告 惡霸挺善良 我們不同意罷免 針對這次的罷免投票 市長謝國良相當感謝 許多市民好朋友一路支持 但也擔心有人因為不了解 而沒有出來投票 因此特別和黨籍立委議員們 加強向市民宣傳 再次呼籲市民相親 10月13號踴躍出來 投不同意罷免票 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市長謝國良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山海公民拆樑行動指出 最近有收到一段錄音檔 內容提到市長謝國良 動用資源 要求二姓合作社及二姓中學 支持謝國良 對此國民黨基隆市黨部回應指出 是市黨部動員自己的黨員 進行造勢活動 山海公民拆樑行動指出 日前收到一段錄音檔 內容提到市長謝國良 動用資源 要求動員二姓合作社 以及要求二姓中學支持謝國良 日前山海公民拆樑行動 收到一段錄音檔 當中提及 謝國良動用個人資源 要求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上至經理下至一班行員 都必須在9月6日之前 交出一份動員名單 並要求達到經理動員65位 課長動員55位 一班行員動員4位的業績 除此之外 在二姓校園點滴這一個粉絲專頁中 直接貼出了在二姓高中聯合餐會上 人手一直反罷免扇子 設施屬於校園的活動 卻延然成為一場謝國良的造勢 台下全部都是二姓高中的教職員工 根據教育基本法第六條規定 教育應本中立原則 學校不得為特定的政治團體 從事宣傳或活動 對此國民黨基隆市黨部 在召開記者會時也回應澄清 並且提出動員表格指出 那是國民黨基隆市黨部 要動員自己的黨員 進行支持市長謝國良的造勢活動 所謂動員惡性員工儀式 基本上那是不實的指控 也是基本上是造謠 那一直以來都是黨部在這邊 針對我們黨員親友 那或是甚至我們的黨員們 對於這次的惡霸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忍受 也看不下去 那也主動的 自發性的要出來做造勢 然後或是跟我們一起呼籲 一起加油 而非他們所指控的 我們動員惡性的員工 很多的親朋好友 大家都會去救 所以也不是說局限於說 只有黨員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基隆市的市民 說真的大家很多都看不下去 所以呢大家都 互相可以做一個聯繫 這樣子 那說真的 這個部分的話 絕對是一個惡意 而且是條綱 那針對於這個謝國良 做人格上面的毀滅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發言人 黃生棟和市議員韓世鈺 也呼籲 霸良案導火線的東岸商場 產權爭議 司法已經判給基隆市政府五連勝 罷免沒有正當性 呼籲民眾10月13號 踴躍出來 不同意罷免票 記者吳俊松 黃日生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好 營養化碳重結者Noco醬提醒您 無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2.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3.擔用電熱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洗澡通風保安康